好 可以开始了 嗨 各位同学好 不好意思大家有没有上课时间 然后我是之前来上12周的课 然后因为我考98分 所以来这里心得分享 但其实98也不是算太高 就是如果有人跟着老师好好学的话 就可以很轻易超过100 那因为我那时候我是8月开始想要考试 然后我10月就要 就是因为国外申请不是都是 大概在12月1月就是要送出所有的资料 所以我那时候是想说 我10月我就要考完成绩 然后留两个月让我作备成根字种 可是那时候只有两个月 所以就是非常紧迫 然后我学测的时候 诚音学测英文成绩是15级 但是那时候有自己先练练看陀佛的题目 发现很难 尤其是阅读的部分 就是很多单字看不懂 然后语法很复杂 而且做题都做不完 所以后来我想一想就决定抱补习班 然后那时候其实也可以选择自己再加念 但是我为什么还是会来补习班 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来补习班的话 你就可以有一个固定的进度 因为如果你在家的话 你就会怠惰耍费 然后就会自暴自弃 所以如果来补习班的话 就是你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进度 然后跟着老师 然后你的心就会更安定 然后你就会在无形之中 就会很稳定的进步 然后再来就是英文检定考试 他通常都会有外落可学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技巧性的东西 就是并不是他只能衡量你的实力 就有时候你是可以透过技巧去拿到高分 所以我希望说可以来这里 老师会就是很有逻辑性的去分析 就是托福的每一种考型 都有他的做题方式 就是你们刚刚上课应该都会非常清楚 就是我希望说可以了解到每一种题目的做题方式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想要很短期好好英文检定的话 那譬如说像单字量我要读哪些 这一些东西就是在补习班 就可以带给我很经典的重点整理 然后让我专注在对于提升高分比较重要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就是讲一下 像我在加尔玫瑰这两个月 那个学到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阅读 阅读跟写作Q彩方式真的讲得很好 就是那个 就很感谢老师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很感 然后又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足 所以来这里的时候 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得很惊讶 因为每一种题型 就是比如说像修持目的啊 然后什么计划啊 就是老师每一种题型 他都有很稳定的思考方式 然后那时候来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得 我就是这股题型上顶了 因为真的教人很好 然后还有比如说像考题的书题 顺序会跟文章出现的顺序相同 或者说老师在整理单字的时候 就在最后面那个整理的单字 就是他不是像有一些其他股题型 就是他会给很多单字 然后让你就是提海战术 或者是被引导的东西 他是非常着重在你对东西的效率性的重点 就是可以让你很迅速的提高分数 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课堂上 可以直接带你练习每一种题型的做题技巧 那我一开始来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生疏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可以靠这样吗 可是做了几次之后就发现 就真的变手艺 而且做题的速度也可以变很快 所以原本我阅读是写不完的状况 可是来了两个月之后 我最后是拿到二十六分 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 然后再来是写作的部分 然后写作部分的话 我是考二十三 然后大家加完分是多少 四三十 所以二十三其实不算是一个很高的分数 那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会没有考试那么好 是因为其实托福 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就是你要用很华美的词句 或是很坚深的句型去写 而是它是注重你有没有办法 很有逻辑性的去论所有的题目 然后可以很流畅的用英文去表达你的论点 然后像是有短篇跟长篇的文章 然后短篇的文章的话 就是老师会有那个模板 我只背了两组就上考场 因为就是反正如果忘了还有另外一组 所以就是因为考试就是很现实 就不是比你会了多少 而是你在考场可以拿出多少 所以那时候就是会有一本 然后就一直默写老师上课的模板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以用的句型 比如说什么随着世代快速的变迁这种 就是很多很多的 然后写作很重要一点是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你必须要去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你必须要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你就要累积好自己的思路 就是比如说一讲到教育 我就要从什么那个什么经济角度去讲 从国家精神的角度去想 就是你必须要一看到题目的时候 你就大概知道你要讲哪几个论点 然后我自己的练习方式是考前的时候 我就会去翻范文 然后看到题目的时候我就只列论点 然后列完之后就是比较别人有什么论点 然后慢慢就会累积出你自己的论点 还有你自己常用的叙述的架构 比如说你常常会习惯用比较的 或者是常常会习惯用 反正就是你自己会有习惯的一种方法 然后我在考前的时候 我每天大概都会看三四篇范文 然后就是看范文主要是累积论点 还有看出他们写文账的架构 然后如果你真的有去看 就是托福的很高分的范文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 没有很着重在你滑美心 他们是如果你很白话 但是你论点表出很清晴 那你也是有很容易可以拿到高分 所以如果你不是那种 会写作文很文献的那种 就不用担心 然后再来是口说 口说我是拿到二十四分 但其实我觉得口说就是对我们来说 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 然后因为在考试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第一题第二题 你都只有15分钟可以想 对不对15秒 15秒可以想 所以等于说你可能想到一半 你还在想我要想什么的时候 你要讲什么的时候 时间就已经到了 所以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 你平常就已经可以想 就是你们上口说的时候 有应该有学到 比如说你就从环境文化或者什么 就是你要有稳定的思考方式 就因为考试不是考你诚不诚实 是考你就是瞬间摆出来能力 所以然后尤其是前两题 他可能很讲究你的流畅性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准备好说 你有哪一个朋友 常常跟你说什么话之类的 就是你要累积好你的故事 或者是你习惯表述的方法 然后因为我们大家平常的时候 不会有一个很合适的环境来练习英文 所以我平常在家的方式就是 我会看影片 然后他讲一句我就跟他讲一句就更读 然后更读其实真的很有差 因为你要让你的脑袋去习惯说 他是很直接可以用英文去思考 还有可以很直接用英文反应 然后而不是说你要先想中文 然后再翻译成英文 然后再来就是我会一直自问自在 就比如说我走在路上 我看到一家餐厅我就开始说 我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什么 因为什么什么 就是开始就自问自答 然后口说的部分 我觉得在上课的时候 是一个很棒的练习环境 因为很少有可以就是程度那么相当 然后又可以就是很紧张 因为有时间压力去练习 所以就是要好好把握上课的时候 然后听力的话 我是拿到 诶 我刚刚 其实我忘记我阅读是25还是26 然后我阅读跟今天一个25一个26 然后听力的话是26 然后课堂上的话 老师是直接用考题来模拟的方式 然后会亲自示范写笔记 然后因为听力其实我不是那种 可以每一个细节都把握到的人 所以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常常会就是听到细节题 可能错过了很多基础题 可是在考试的时候 这样其实是很不明智的 所以就是因为一篇文章五分钟靠五题 所以他大概一分钟会出一题 所以他要考试的一定是大观念 所以如果你听力也都要不是很好的话 那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你只要去把握住 把握住那个大观念就好了 就是我在考试的时候 我也觉得我漏掉了很多东西 但是真的考题还是都可以做得出来 然后做笔记的方面的话 就是你看老师在做笔记 真的是有够省数 然后他都看得懂 就是很神奇 然后就是你要练习写下 你做笔记的习惯 那我自己 因为我刚开始练笔记的时候 我会写写 然后就忘记自己到底在听什么 或者是会错过一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说 你要练习一边听 然后还可以一边写笔记 然后不会错过其他东西 这是蛮重要的 就你不要花时间 记录下太细节的东西 然后就最后就漏掉其他东西 然后听力的话 就是我是觉得他也是可以通过技巧 很有效的提高分数 就阅读跟听力都是 然后就是有一个小诀窍就是 就是你在进考场之前 你可以先播英文的东西 然后你可能不一定听得懂 但是你就让你的耳朵 一直习惯那个听英文的状态 就是因为我们耳朵平常听英文 会自动呈现那种很像耳朵的状态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先让你耳朵习惯英文的状态 然后进考场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耳朵好像比较打得开 然后比较容易听得懂 然后这是我的今天的分享 祝你们都可以考高分 好 谢谢大家